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说时间还早嘛 后来经过思考之后 我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机会 可以让国际社会更了解我们中华邻国台湾 所以我就答应了 总统 您有提到说 避免有些人去炒作 所以会当天来回 你是担心说 有些人会觉得说 你身上还有一些司法的案子 那可能怕你出去之后 就不回来 所以决定当天来回 因为我们没有别的事情在那里办 所以我就把它简化一点 因此也没有别的节目 所以演讲完我就回来 所以那女儿是来跟你见面 应该不会 所以在香港会有可能分身见面 我们跟出版人学会的人见面 主要的就是讲两岸关系 跟东亚的情势 好 我们带你来看一下 这个马英九这个前总统 其实他曾经到过香港访问 而且是大受欢迎 当时的情况 据说受欢迎的程度是 其他台湾政界人士到现在 都没有人可以相比的 那个时候大概是1997年初 他反贪的 刚正不去的形象 是为香港人所熟视 而还有袁景在大街上要求跟他合照 甚至还有他们旁边 有人叫他马青天 那么马英九都欣然答应说 好 大家都可以一起来拍照 但在这个状况 我们但也来看 在过去造成的交通打劫 哇 真的哦 他们里面讲了几个情节 还让人真的觉得好像马英九 是可比你偶像级的明星 比方说像是他去戒毒所 好 结果邀请单位没有透露他的身份 没有想到在里面居然还有戒毒者 带着有广东英的国语高教 马英九的名字 到这个街上 不管是到庙街 夜市 小贩行人马上认出他 然后是怎么样 是把他给围堵起来热烈欢迎 要跟他握手 要跟他拍照 好 在这里还讲到说 除了他在香港出身有关 可能跟他长相英俊也有关 好 不论如何 但是马前总统 你现在到底到香港要去做什么呢 好 有人说此行是北京同意的 而且还同意的真快呀 他说他要谈的是两岸关系 跟东亚的情势 所以外界就说 原来马前总统 是要去推销九二共事吗 那么香港在这里有官方的 还有研究所的人 都表示说 这一次应该是都受到了 北京方面的认可 好 在这里我们也特别看到 中国一向把台湾等同于港澳 对于香港的政治定位 正好就是中国对台湾 所设定的政治框架 所以他们认为在这个时候 蠻有趣 只不过是刚刚好而已 但是对照一下 李前总统 登辉先生 当时呢 他当选之后 是去见了达赖喇嘛 这个李前总统 直冲中国邦交国 大胆会见中国封杀的人物 弃得中国严正交涉 然后这个评论怎么写的呢 他说 但这显然不会是马英九要走的路 大家晃 我去想想 如果今天我是马英九 在台湾被骂到臭头 在香港有这么多的粉丝 搞不好还胜过刘德华 什么张学友 那我当然是要去走走取暖 马英九上次去香港 应该是他在竞选台北市 选总统之前 2008年之前 到现在也加快十年的时间了 他当年是很受欢迎 那现在是不是 一样那么受欢迎 我必须要打上一个问号 特別香港这几年来 其实他有一个翻天覆地的改变 尤其马英九这次去的地点 会展道楼 其实就是在当年 占中 占中的金钟 就是占中的那个地方 所以那个地方 其实他香港人 现在是不是一样会欢迎马英九 因为我今天也看了一些香港的 這個討論区 滿兩集的 有人说 那这个六八九 就来取代我们的六八九 因為梁振英也是拿六百八十九票当選 所以他们也叫六八九 梁振英也叫六八九 有人说 喜欢马英九的人说 那这个人来代替我们梁振英 因为他也是香港出身 蔡英文也是六八九 算香港人 那也有不欢迎他的人 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 其实当然他背后有很复杂的政治算计 跟他的目的存在 因为选择香港这个地方 本身他的就地缘政治来讲 他敏感度就很高 香港跟曼谷 大概是全亚洲情报交流最密切的地方 世界各国情报人员 大概都会在这两个城市活动 因为这是比较中心的地方 对 那马英九第一站选择香港 让我觉得很意外 因为我们民选卸任总统 其实可以自由出境的 现在只有李登辉 因为陈水扁是一开始就被禁管了 那李登辉 其实他第一站选择 并不是香港 他第一站选择的是欧洲 然后日本 美国 大多数我想臺灣的卸任元首 大概会选择这些地点 因为这些国家的价值 信仰民主的价值跟我们比较接近 那马英九选择香港本身就是一个很特殊的地点 那再加上香港这个地方 虽然他说欢迎媒体全程跟拍 但是我们知道假设 马英九如果真想见什么人 媒体不一定拍得到 当然 我举一个例子 大家记不记得几年前 吴敦毅从国民党秘书长卸任之后 突然有一个神秘香港型 当时臺灣媒体都被蒙在鼓里 是被香港的媒体拍到之后 然后大家就问吴敦毅 因为他当时要接行政院长 大家就问吴敦毅说你去干什么 吴敦毅第一次第一时间讲说 沒有 我去考察土石流 結果后来被網友抓包說 你去那两天是星期六日 人家公务员不上班 你去考察什么土石流 他赶快改口 沒有啦 我去找鐵板神算 帶兒子去找鐵板神算 是鐵板燒 可是對不起他卻被拍到 當時梁振英還沒當特首 但是在香港他是一個非常熱門的 特首的候選人 他卻被拍到他跟梁振英見面 還吃飯 到現在為止 經過這麼多年 吴敦毅那一趟去香港 到底做什麼事 見了什麼人 沒人知道 好 所以馬英九去香港 非常敏感 再加上九二年的九二會談 就在香港舉行 所以我非常合理地認為 馬英九去香港一定會講九二共識 他可能會把馬習會在新加坡講的 公開場合講的那一段話 就是一九九二年海峽兩岸 針對一個中國原則 在香港會談達成共識 再講一遍 再講一遍有什麼影響 有人會講說卸任總統 幹嘛那麼緊張 不是緊張 我在談的是一個政治現實 他六月十五號去香港 蔡英文六月十五號去巴拿馬 會過進美國 然後海牙國際法庭針對南海的仲裁 大概也差不多六月底六月中左右會宣布 這一連串的國際情勢 他是連動的 所以馬英九他現在是選擇站在哪一邊 他選擇站在臺灣這一邊 還是選擇站在中國那一邊 卸任總統你要搞清楚 其實我覺得國民黨員應該比我們更緊張 因為馬英九的一言一行 其實傷害的是國民黨 受最大傷害是國民黨 而不是民進黨 那當然他對整體國家也會傷害 那你說好 蔡英文要不要準 我覺得就跟中間要不要準陳水扁來參加 參會是一樣的道理 請用專業來說服我 中間你不批准 那請你告訴我 理由是什麼 對你如果覺得這個醫療團隊評估 哪邊你有疑點 你可以問清楚 或是請他們來大說明 同樣的 這兩天有很多不同的說法 有的說十五天有的說二十天 其實臺灣是一個法治國家 法治國家就是政府要依法行政 那我們的法律 我講的是法律 不是行政命令 或是什麼作業要點 我們的法律 國家機密保護法 實行細則第三十二條 規定的清清楚楚 就是二十天前提出申請 那你不要跟我講過去的慣例 有十五天的 有十天的 有三天的有五天的 過去在做的事情 不代表他是對的 如果這個邏輯可以成立 我們總統都不要選了 立法委員也不要選了 因為過去都不用選嘛 過去的慣例 我不管你是三天五天 十天十五天 那是沒有在依法行政 依法就是二十天 執行細則三十二條 就規定很清楚就是二十天 馬英九六月十五號要出國 六月一號 昨天提出申請 只有好不好 我算你一天好了 十五天也不到二十天 再來我覺得馬英九的態度 讓我覺得很無法接受 照他們的說法是 他不是主動發布新聞 是主辦單位證實邀請馬英九 然後記者去問馬半 馬半證實了這件事 好到這邊為止 我覺得都沒問題 可是你後面幹嘛加一句說 預計搭乘六月二十五號下午 一點多的搬機去香港 請問現在是准你出國了嗎 如果都還沒有批准 你為什麼要告訴記者 我要搭幾點鐘的飛機 而且阿華如果說是十五天 他遞建的時間是六月一號 中午 那也是在十五天之外 已經只有十四天 對 如果我們真的用公務人員 這個算法 十五天是往前到十五 逐日 所以我覺得 對蔡英文的國安團隊來講 這個問題的確是有點棘手 因為他准或不准 他都必須要有一個非常充分的理由 那從昨天發生到今天 我想了一天 我覺得不准比准來得容易 因為不准其實很簡單 就依照國家機密保護法 施行細則三十二條要二十天 你下一次要出國 麻煩請提早二十天前來申請 這個這個理由非常充分 我就是依法行政 他會不會去算十五個工作天 那也不對 因為中間有假日 所以我覺得依法行政很重要 正好當大家 我提醒大家 五二零蔡英文演講 就職演說 獲得最大掌聲的 就是司法改革式 而政府依法行政建立法律 在人民心目中的可信任度 我覺得這件事情也是司法改革一環 他也非常重要 那我們的總統府 我們的政府 正好可以借用這個機會 來告訴大家 我新的政府 我就是依法行政 我不管你過去三天五天十天 我就是依照國家機密保護法 四行細則三十二條 就是二十天 以後要想出國的受管制的人員 你要出國的 全部依照這個規定來申請 OK 好來這個徐委員 到底十天還是十五天還是二十天 現在各執一執 對 我要提到的就是說 四行細則裡面規定是二十天 這是沒有錯的 那二十天 那我們叫四行細則 規程規則細則辦 剛要標準或準則 這七種我們叫做法規命令 這是中央法規標準法規定 你看我背得這麼熟 每一個讀法律都要背得這麼熟 其他什麼要點 注意事項 那個都不是 那是你們內部的 那個 這七種 他是要有法律授權 OK 那他是根據國家機密保護法 法律授權 這個實行細則要送到立法院 至少經過一讀備查 如果立法院認為有問題 那就交付委員會審查 那審查如果二讀三讀 那跟法律同樣違接 我要講這一點就是說 他因為是法規授權的命令 是法規命令 所以他是有法律授權 所以他的違接會等於法律 他會有法律的效力在裡面 如果是這樣的話 是不是不可以隨便變更 我意思就是這樣 這叫依法行政 行政法裡面有兩個重要的主軸 一個就是法律優先 一個法律保留 那這個是屬於法律優先 因為已經有法律規定了 所以這個時候要這樣做 這第一個 要讓大家了解 第二個就是說 那你為什麼不按照 不按照實誠 難道馬英九想搞特權嗎 我問了第二個 馬英九在搞特權 清楚了 我今天不客氣的講 馬英九你在搞特權 你明知道要二十天 你當過總統 你明知道來不及了 你還應送 還應送 對 然後看你怎麼辦 我講的難聽 江泥君 你是要用共的嗎 你是要強奸法律嗎 所以我講這句話 一點都不過分吧 對 他真的是想強奸法律 你想想特權嗎 還是你想違背法律 就只有兩個可能 兩個可能 他選一個 就是這樣子 可是如果總統府說 合物規定 總統府有說合物規定 送券是合物規定 送案你合物規定 但是你內容不合物規定 裡面的這一些不合物規定 在我的看法之外 今天你可以 你也可以邀請一個 你可以送券給法院說 請法院給我一千萬 送券他一樣蓋個帳給你收了 這個是合物規定 問題是你裡面要求 都不合物規定 所以不要用這個合物規定 等一下講了這個 要知道他講的這問題在哪裡 可是我覺得這是政治語言 我想問一下軍縣委員 那總統府說送合物規定 這件事有點像是 總統府現在的說法說 不管是十天還是十五天 要由受審機構 他們自己去衡量 所以接下來會交由法歐部 來做說明 我覺得當年旺說的好了 如果你就用法律 就直接不合規定 就駁回 可惜這不是法律問題 這是個政治問題 那我看總統府這麼講的話 大概會準 可是法律優先於政治 我的意思就是說 沒有錯 法律如果準的事情 政治會去干擾 但是法律不準的事情 政治是無權干擾 應該是這樣才對 這是一個規定 而且馬英九已經那一副箭在懸上 我就是要去了 他連坐哪一個班機 時刻表都已經告訴大家 坐哪一個位置都告訴你 所以馬英九就是 我要去了 餐點點什麼都告訴你 那我看起來總統府是會準 不過準不準也有一個問題 這個其實馬英九 這標準的一個政治動作 他剛卸任才十天 他就不甘寂寞 怕大家忘了他 馬上就敲鑼打鼓 告訴大家我要去香港 那去香港做什麼 有沒有很重要 因為他一天來回 如果一天來回是表示 飛去不可 要很重要的話 事情你才去嘛 結果他說要去辦一個 什麼結束新聞獎 那當然是假的 香港是一個言論自由 新聞自由 對倒退的地方 被頒獎的人願不願意 他倒退的地方 你怎麼去那幹嘛 然後他說香港粉絲 現在可能連觀眾說 沒有那麼多了 應該還不少 不過在香港的粉絕 絕對比在臺灣多 但重點在哪裡 如果馬英九去北京 那粉絕恐怕會更多 我覺得馬英九的目標瞄準 應該是人民大會堂 那會爆滿 他想要到北京去 我覺得這是一個似水溫 但是我剛剛看馬英九受訪 他講一點 我倒覺得是很危險 我們要來密切觀察 馬英九說他去那邊 他會發表一個專題演講 是 他會講什麼 他說他講南海的情勢 你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特別行政區 去講南海的情勢 請問你會站在哪一邊來講 不用想 因為南海是有主權爭議的地方 臺灣的中華民國在那邊也有聲稱有主權 我們是有主權重點 我們不只聲稱 我們還實際控制 沒有 我們要太平島 我們要南沙建島 那請問馬總統 你是國家現任元首 那你去演講 你大概會怎麼講 所以沒有錯 國民黨也是要提心吊膽 但是以馬英九的個性 我覺得他是已經等於糟告天下 他種族江湖 我記得彭P也講過 馬英九不會讓大家忘了他 他現在以這一個去香港的起手勢 來告訴我們 他為什麼特別挑香港 因為第一個 香港是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 他很清楚 他未來 我未來就是要兩岸 兩岸未來我馬英九要來處理 甚至我們可以延伸到 如果馬英九想要再繼續在兩岸 有所發揮的話 他明年會選國民黨的黨主席 國共論壇 我們可以看見 洪秋柱現在像個黨主席嗎 不像嘛 大家都笑他你 令不出國民黨 原本洪秋柱有一個很重要的造勢場位 應該是在六月或七月 就是這個時間點 什麼造勢場合 國共論壇 看共產黨給不給洪秋柱舞臺 洪秋柱去可以見到什麼人 到目前為止洪秋柱 國民黨是表達是由副主席 郝龍斌進去 可見跟共產黨談的一定不順利 所以洪秋柱他不敢說他要去 如果他去了沒有達到他想要的那個目的 洪秋柱當然不敢去 很清楚的看出來洪秋柱這個黨主席 當的很渦浪 連國民黨內部大概都不理他 之前有說什麼無敦你想要選明年的黨主席 不過無敦你恐怕先想一想 你看馬英九稍微一出手 所有焦點都歸他的 如果馬英九真的要國民黨的黨主席 明年沒有人可以跟他搶 那我覺得馬英九會來拿這個黨主席 因為他還想繼續主導兩岸 兩岸事務 我補充一下俊憲講的 我同意俊憲講 這是一個政治問題 沒有錯 我們都認定這是一個政治問題 可是就是因為我認定 他是一個政治問題 我才會主張用法律解決 因為政治問題用法律解決是最單純 最簡單的方法 你現在如果蔡英文的政府 去跟他玩政治 對 其實那是違反大多數現在現階段 臺灣人民他的心理的期待 因為現在臺灣人民 我們有太多的問題要解決 比如說今天一下大雨 桃園機場裡面也在淹大水 這又是另外一個爛攤子 大家要解決的問題 那你現在沒有那麼多 這個政府他沒有那麼多時間 去跟馬英九玩政治 那跟不跟他玩政治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我拿法律 我跟你講 依法就是二十天 那對不起 你下次要去申請請早 ok 就是匾餐會馬出國一樣 包括同個天平上法律怎麼解決 就怎麼解決 那法律如果說模糊地帶 那再來看醫療專業 或者是其他政治方面的考量 其實現在有兩個層次的問題 第一個就是馬英九前總統要出國 其實在法律上面好像在申請的過程 與法不符 但是我們就看到了陸委會的副主委邱垂鎮 他怎麼說呢 陸委會在香港有派駐單位 如果馬前總統符合規定 我們會在香港事務局提供你的禮遇 跟所有的必要的協助 好像就已經再釋出善意了 雖然說現在根本就沒有任何的決議 而至於到底馬前總統出國 是不是個急迫的事情 當然並不是 而民進黨立委羅志正講得很清楚 他說可能是想藉由這個行程 凸顯自己現任之後 沒有遭禁管 他還可以自由出國 但在這個時候我們卻看到了 臺灣社 北社 中社 南社 東社 客社 都發出聯合聲明 出國演講不是情況急迫 而且他們還怎麼說呢 好他們說 請不要看到臺灣人現在最痛恨的馬英九 就腿軟開後門 他叫蔡英文政府請記得 你們對臺灣人民的承諾 而我們接下來看第二個層次的問題 就是說會不會為國家安全帶來危機呢 好 這時候我們去看到了退幕之後 長大局 馬英九 卸任之後 干涉小英的外交嗎 首先來看看這個局部了三年之九 這到底是什麼一個美國的秘密 藍色智庫現身嗎 據說國安會的高層與退休外交官 早已穿梭期間 他的下一步其實在卸任之前 就開始佈局 二零一三年第一任外交部長 歐宏鏈就聚集了外交部的退休大使 成立財團法人對外關係協會 而現在就已經要向美國政府的這個 部分來申請成立一個智庫 來進行所謂的政治遊說 而至於小英過境美國 在這個時候就已經看到有一些跡象 人為操作的狀況 像是 沈呂巡在四月十五號 向外交部提出辭辰 但是居然還需要兩個月 那個時候辭辰馬總統也不批 好 結果看到什麼 蔡英文總統過境美國的時候 由馬前總統信任的駐美代表 沈呂巡隨時再次 這是一個很詭異的場景 沈呂巡讓蔡英文的新政府 相當難看 整個過程的背後 處處都可以看到馬英九的影子 好 來 這個第一個問題 我要問扣解釋說 到底十天 十五天 二十天 到底與法合不合 如果與法不合的話 那講那麼多幹什麼 如果與法合的話 有什麼理由不讓馬英九出國嗎 這個事情呢 今天因為相對 陳世辯總統的這個參會被取消了 這個被中間給禁止了 而且讓他到民生東路回那個家 那再加上馬英九的這個問題 昨天的總統府的回應 跟監長的回應 似乎是有不能不核准的 這樣的一個說法 所以使得非常多的綠營的支持者 感覺到非常憤怒 所以在這種狀況之下 現在蔡英文其實面對的 不是只有馬英九 是面對整個中國的力量在支撐 那就更應該展現台灣的主權 所以我在講說 這一種政治的事件 這顯然都是個政治事件 絕對不是一個新聞獎的頒獎事件 那最好的方法 按照法律來 所以我剛剛不是講過 這整個法律的規定就是這樣子嘛